那既然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想 为什么不干脆天王自己亲自出马呢 也有很多人是期待说 就胜率的支持者 把台北市一举拿下吧 蔡英文跟苏贞昌 如果两大天王 其中一个人站出来选 不是都一定能够胜吗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可是两个人是按兵不动的 没有意愿对不对 OK 苏贞昌还有蔡英文 就是党内的两个太阳 那这两个太阳 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2016年的选举 那如果说想要拿到2016年的选举 就民进党一个现在的制度来看的话 有两种途径 第一个就是寻所谓的一个 谢长廷途径 就是说我先参选了台北市长 然后台北市长之后 我可能输了 没关系 但是我选票的有成长 我衰败犹龙 然后挟着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名气 问鼎 就是总统大位这个宝座 但是这个模式 到了苏文昌复制的时候 失败了 那时候蔡英文是党主席 所以另外一种途径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不需要去选任何的一个市长 不需要去角度首都的市长 我只要从党主席的位置上出发 我就有可能去角逐 所谓的一个总统大位 那这两种模式 目前而言 我想都是苏贞昌 还有蔡英文在评估的 他到底要有什么方法 那其实回到一个 比较原始的一个点 就是这两个人 如果说真的出来 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再经受这一次打击 如果说你以苏贞昌来讲的话 上次台北市长选出 上次败选 这一次选出 说两次 到底民进党内 或是选民能不能接受 那以蔡英文来讲的话 那更惨了 新北市输了一次 总统大选又输了一次 现在转移阵地 再选到台北市 又输了 等于是输了三次 那这个印象 可能还会比苏贞昌卖的更大 所以我觉得说 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们不太可能 去直接投入选举 而是在可能算计的是说 到底要不要角逐 明年的一个党主席的选举 我想说可能 他们是主要的一个思考点 我们主要看到 他们的把应该是在前方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蓝赢了 那我们再来看